如果肌骨头卡在了喉咙里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 即刻去医院的急诊去处理 最后患者一般都会来到我们 耳鼻咽喉科 这时候大多数人都需要进行急诊手术 一般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 卡到了这个肌骨头 患者本人并没有什么良好的措施 可以采用 患者的家属 一般我们如果学习过急救的知识 他有一个动作叫做海姆里克动作 但是对于这种肌骨头 这种比较锐的这种医物 也并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 来进行紧急的自我处理 一般都会建议立刻去医院做这个诊治 来到我们这个耳鼻咽科之后呢 我们一般会选择一个急诊的手术 就是做一个急诊的硬性食管镜手术 把这个异物从嘴里面取出来 如果在水平比较高的这个消化科 也可以直接做一个急诊的胃镜 也可以把这个急骨头取出来 也可以把这个急骨头取出来